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2009台北国际时尚秀 推出国光时尚号美食专车 要让民众免费搭乘 悠悠全台北市五大美食商圈 长篇台北市的美味料理 在记者会中 林建源副市长身穿专业厨师服装 和戴上厨师帽 打扮成专业主厨 向民众推荐台北市的精致美食 有的时尚东西正以后 你可以在我们国光澳的台北西站 以及三大商圈 就是西门 公关 时代业师 还有市里业师 以及市里商圈 它都可以有任意的上下 那我们这里都会是 在北游这次时尚秀的 这样的一个罗宝的站 那么大家可以方便 那当然对于国外的观光客来讲 可能它比较不方便 他们拿扶照就可以上下车 所以其实是蛮方便的 今年首届的2009台北国际时尚秀 在台北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吸引许多台北优良美食店家 一起共襄盛举 加入台北好店的行列 另外 为了让民众能够更轻松的制变台北城 特别推出国光时尚好美食专车 重要的站都有提供出 只有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六 那我们在台北市的主要的商圈 都会由市政府来 也会提供外地来台北的观光客 都会发出这个文贵的 就跟国方好到台北市各商屋间 享用 然后 旅客也会跟美食 从5月8日至7月4日 每逢周五 周六 周日 上午11点至晚上9点 本国籍民众只要凭2009台北国际时尚秀 所发行的时尚通行证 外国旅客凭护照 即可免费达成国光时尚好 邮遍台北市五大美食商圈 此外 更精心设计出三大美食旅游路线 要让外线市的民众 也能尝遍台北市的美味料理 知名主持人曾国成也摇身一变 成为对美食料理极为严格挑剔的重量级美食评论家 美食当前香气四溢 大块朵衣也不忘评贱本色 最后凭借超高水准的舍上功夫 给了七大料理通通满分的极高评价 不负美食节目当家主持人的盛名 时尚通行证将放于台北市政府服务台 莱尔富便利商店 全省国光客运站 以及台北市各大知名美食餐厅 供民众免费索取 民众也可以在2009台北国际时尚秀的活动官方网站上 去下载时尚通行证 中文字幕提供